王一博是当下累于顶级流量 话题和人气酸酸在线 自从走皇后 他参加的活动都是人山人海 粉丝经常吐槽节目翻产地不够 很多人都想到现场去看一看 王一博裤盖风采 可惜活动门票除了贵还有难抢 几乎每次活动的门票都是瞬间秒没 王一博是男团出生 他所在的组合因为各种原因 无法开一场属于组合的演唱会 粉丝们也只能在一些节目和网会上 看到王一博帅气的表演 但是最近王一博粉丝福利来了 虽然不能看一场属于王一博单独的演唱会 但是能看王一博的拼盘演唱会 也会很开心 日前王一博所属公司 乐华娱乐官宣即将开展家族演唱会 而且王一博确认参加这次盛大的家族演唱会 乐华娱乐十分喜欢借鉴韩国娱乐公司的模式 集合旗下人开展家族演唱会 除了当家顶流王一博的参加 旗下艺人韩庚、李文汉、周易轩、陈骁、孟美琪、吴轩亦 等等艺人也确认参加 看着名单说乐华是国版SM公司也不为过 旗下艺人各个拥有大批粉丝 既然是家族演唱会自家偶像有参与演出 那粉丝也都可以凭实力买门票赴约 但是这也是多家粉丝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众所周知 现在有王一博参加的活动 门票难搞而特别贵 如果因为王一博个人人气高的原因 把家族演唱会的门票定高 这对于其他艺人的粉丝来说是不公平的 所以别家粉丝都在担心 这次家族演唱会的票价 当别家艺人担心票价过高时 王一博不愧为内衣顶流 粉丝战斗力目前在内衣难有敌手 他们担心的不是票价而是首数 王一博粉丝表示 票价只要在正常物价内就行 如果是王一博一个人的演唱会 也就是自家粉丝内部抢票 但是现在是整个月华艺人参加的演唱会 门票就这么多 除了自家粉丝 还要跟其他艺人粉丝抢票 真是难上加难 还没有正式售票 粉丝就集体表示 希望王一博开单独演唱会 最好多开机场 有抢购就会有台票价的欢妞 希望到时候没有在官网 通过正规渠道抢到票的粉丝朋友们 不要为了看偶像 就购买欢妞手中的高价票 王一博作为现在青年优质偶像 是不是会赞同自己的粉丝 通过购买超出原价很多的门票 就会看自己表演的 这种购买欢妞票的行为 同时也是在大乱市场物价 希望粉丝们理智追星 最后猜一猜 王一博会在家族演唱会上表演哪些曲目呢 你最喜欢他唱哪首歌曲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订阅我们的频道